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谢谢主席 请问正方主编 您知道这瓶水从我左边来到 从左边来到右边 什么力量驱使它位置改变呢 你相信它能来到 这跟今天的变庭有什么关系 我是问你 为什么它位置会改变 因为你相信它能改变咯 这一方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以念动力来驱使它的改变 其实这不是 对方就要交代 这是我的盘问环节 请尊重 这是我们的 我这个外来因素驱使它的改变 对方这是我盘问环节 再问对方 所以今天任何事物的改变 必须要有人这个外在因素 刚才对方主编告诉我们 有改革 那想请问对方 我们为何会要有改革 就是巩固自我价值观 所以巩固自我价值观 我们要改革 就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我们要怀疑 就有的观念 到底对不对 是吗 所以对方也承认了 就有价值观 我们要去怀疑 要怀疑它 并且用怀疑来推翻 这点对方也承认了 对方这是我盘问环节 请尊重 对方 你要让整个盘问环节有意义 应该要让我回答 谢谢对方 所以今天怀疑 我们必须要以探究 还有发挥出现实的状况才能进行改革 请问对方 您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吗 知道啊 对方 所以 但是您知不知道 17世纪以前 人们认为太阳是地球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呢 知道 所以说人的观念是会转变的 再问对方 您知道热心说理论由谁提出吗 愿闻其详 是哥本尼 今天哥本尼他怀疑地心说 所以他 他把地心说理论推翻 创造了热心说理论 所以他们是对这个日心说的信仰来的更大的对方 所以今天从内的朝 朝真理迈进了一步 证明了信仰会被怀疑的力量推翻 您不能自说自话 结果 今天信仰的结果 还有 也是有怀疑的力量去推翻 这方我不赞同哦 今天信仰也会摧毁一个旧有的信仰 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信仰 这点对方 这点对方刚刚主编也已经认识了 对方是信仰让你达到你的理想的 谢谢 好 谢谢双方变手 紧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二变盘问 反方一变 时间同样为两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Bio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您 您刚才有提到 怀疑就是思考探索是吗 今天怀疑是由人心中实创产生的疑惑 对该疑惑产生质疑并推认 以加以实证 所以 对方您刚才第二个点是有 从科学角度来说 怀疑是不是一种思考探索过程 您有提到是吧 今天我们怀疑 就是从怀疑 对方 我问你是你有没有提到很简单 今天我们是说 我们从从探索并进执政 对方 有没有提到很难回答吗 好 所以是有提到吗 那我再想请问您 您出处来源是什么呢 我出处来源就是以科学精神啦 好 科学精神 对方 你有没有一个权威的出处告诉你 其实怀疑就等同于探索 就等同于思考 有没有 今天怀疑是人由心生疑惑 所以他才会从该疑惑做质疑 对方 所以说来说去你是没有的吗 好 我再想请 对方 我再想请问您 您刚才有提到 其实怀疑的力量可以改变某种制度 推翻某种制度 是吗 对呀 但我想请问您 你怎么样衡量今天的大鱼呢 今天的大鱼就是我怀疑的力量能够推翻信仰的力量 对方 我方知道能推翻就等同于大鱼 那我想请问您 今天有没有人怀疑神权 有啊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从天赋神权走向天赋人权呢 好 对方 我方知道有人怀疑 那我想请问您 现今神权有没有存在 这个嘛 我知道现今存在是天赋人权 好 对方 我告诉你 其实现今神权一样存在 所以有了怀疑也不足以为 所以我们才会从天赋神权走向天赋人权 我都还没问题 你怎么能回答 我再想请问您 您刚才有提到 其实怀疑能推动社会发展是吗 对呀 因为我们从中制宜嘛 我方我想请问您 您认为这个方向可行 这个方向可行 这个方向也可行 您到底要怎么推动社会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研究及探索哪一个才是真正 对方那个 我方已经解释了 对方我只想问您 有三个选择说 你都怀疑说 你怎么走向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才会从中探讨哪一个是我们所追踪的 好 对方不能告诉我一个方向 好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我们从以往的蜡烛 推进到中古世纪的电灯 再推进到如今的白灯 现在的白电灯 这就证明了什么 这就证明了人们的价值观 其实是会随着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 我们从以前认为灯泡是最好的 改变到我们现在的白灯泡是最好的 这就认证了今天 信仰的力量随时会被我们的怀疑的力量所打破 其实随着这也认证了 我们人们利用了科学知识 合理的质疑有效性 所以这才能导致科学今天科技不断的在进步 第二 今天怀疑是探讨事物真实性的一种体现 如果说地心说是一种信仰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热心说就是哥白尼质疑我们新信仰成立的基础 今天哥白尼他质疑地心说的概念 他重现了我们热心说一个完整 如此横骨不变的真理 他从中古世纪得以流传下来 就是只有 只能告诉我们一样 就是流传下来就是好的 为什么他是好的这么坚固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哥白尼非常的去怀疑他 导致他能够不被摧毁的信仰 接着今天对方主编一直提到改革他其实不是信仰 但是他刚刚又告诉我们改革其实是一种信仰 这就是他在自相矛盾 今天改革的前提必须要我们怀疑就有的政治观念 我们才能够去改革 不然我们只是单纯的相信根本就不需要改革 我们就从以前的君主制度一直延伸到来就足够了 就是所以今天对方根本不足以论证改革 他其实是信仰力量驱使的 谢谢 好谢谢反方二变 在此提醒一下在比赛进行的时候呢 请观众将声量放谎以免妨碍比赛进行 感谢 有请我们的反方 正方二变进行博论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第一点没有认为华仪就等同于思考探索 各位今天华仪所说的是什么 就只是不相信甚至是疑惑 我疑惑的时候几时就等同于我其实是在探索的呢 其实今天思考所 今天华仪其实深思就是一种思维活动 我们说思维活动包括了推断分析 分析这些推断这些时候又几时等同于华仪了呢 所以今天对方只告诉我们其实思考就只是华仪 华仪就只是思考一部分 对方并不等同于的概念哦 对方您要记住了 再第二 对方便有认为其实今天一切改革就源自于华仪的力量 各位我们今天能走到男女平等 必定是我们华仪男主女卑吗 不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女性曾经在以前苦过 我们感同身受 我们才能勇敢站出来推翻这些制度吗 所以我方才说 其实推翻就有制度 并不一定源自于华仪的力量 第三 各位朋友认为其实啊 其实华仪能够推动社会发展 各位我华仪我有三个方向 我这个方向怀疑 这个方向怀疑 这个方向我也怀疑 我想请问对方 您到底要怎么给予我一个正确方向 引领大家带动社会的发展呢 我这些也怀疑说我只会对于改革方向徘徊不定 因此让华仪力量临界信仰的时候 就只是不断扩张 华仪力量根本无法勇敢的踏足第一步 各位在讨论今天的变题 我们应该思考文明发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在文明发展我们面临重重的困难打击 可是又是什么力量让我们成功站起来 面对这些挑战呢 是信仰大于华仪的力量 因为我们坚信人类可以改变 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因此事实证明了 如果我们怀疑这一切又一切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 这也是我方所说信仰大于华仪的力量 谢谢 好 谢谢正方二变